那如果新的总统 下一届总统在高雄上班 那整个政治重心 还有资源的益助 会到南台湾来 那双子城的发展 就可以达到这个概念 又有双手掌的概念 韩国瑜抛出如果选上总统 会在高雄上班 达到双子城双手掌的概念 让南北平衡 那整个南北之间 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衡 还有南部几个县市 不管是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他的生命力会整个放出来 当初设立的总统府南部办公室 现在是已经变成海洋局在使用了 而巧合的是 韩国瑜市长的市长办公室 就在对面的大楼 总统府南部办公室 位在凤山行政中心的三楼 目前为海洋局使用 韩国瑜当选后 也把市长办公室搬到凤山 就在这栋的二楼 2017年总统蔡英文 正式成立南部办公室 也是以前的市长办公室 有宽敞的交易厅 十分舒适 但当初并没有配置人力 韩国瑜当选市长后 决定从四维行政中心 搬到凤山行政中心 难不成早就为总统之路 埋下伏笔 假设我选上总统 我在高雄上班 没有离开高雄 假设是别人当总统 也愿意来高雄上班 那这样双手掌制 南北平衡的目标 就不是口号而已 韩国瑜希望发展南北平衡 选上会到高雄办公 虽然现在总统府南部办公室 是海洋局在使用 但韩国瑜也说办公室可以再找 韩选不选2020 早就是全国热门话题 如今在抛震撼弹 让高雄的总统办公室成为焦点 记者王家庆潘颖文高雄报道